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的常态分配标准化 我们要了解说假设有一个随机变数 它是常态分配 它的母体平均数是在μ的这个地方 那么它的母体变异数是σ平方 那么现在我们要查表 要查表其实我们所查的表叫做z表 它是什么情况呢 它是01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用一个线性变换的方式 把我们的这个图形压缩成一模一样的 这是z 如何去做一个转换呢 我们可以利用的是 x减掉μ除以σ的一个方式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这是μ 这是0 我们用的是x来减掉μ 就把这个点拉到这个点这个地方来 然后我们这个的图形可能比较扁 可能会比较高 没有关系 我们除以一个σ 就想象一下 就把它直接换到这个地方来 透过一个转换 叫做z等于x减掉μ除以σ的方式来做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一个简单的例题 假设说美国体育的长度是一个常态分配 平均数我们已经知道了 叫做10.3μ是10.3 σ是0.65 这是我们的标准差 那么我们现在来问的是说 这个所有体育的百分比 9公分以下占所有的百分之多少 那么怎么来想呢 9公分以下 那么我们来看 假设x代表的是它的长度 那么几率代表是什么意思呢 几率代表的是它的比例 x小于9占百分之多少的意思 就是几率 好 那现在这个地方 我们没有办法去查到一个这样子的表 μ是10.3 σ是等于0.65的表 那么没关系 我们把它换成z就可以做了 这个地方同时两边都来减 减谁呢 减μ就是10.3 再除以σ0.65 左边就会变成了z 右边我们计算一下 我们发现是-2 那么我们知道怎么样查表呢 小于-2就相当于是大于2 -2在这边 它在左边死角 而我们查表的话呢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指的是0.4772 不论是中间 我们查的是中间这块 当然跟这个一样 0.4772 那么我们剩下来就可以算了 用0.5来扣就可以了 那么于是等于0.0228 也就是2.28% 有2.28%的题语是9公分以下的 那也算是非常少见的 好的 同样的题目 假设提鱼的长度是成常态分配 那么μ一样的 10.3 标准差 σ是0.65 那么要问的是什么呢 前后 前后都是一样 都是减掉 10.3 除以 0.65 那么这个地方 这就是z 前面9.5 减掉10.3 除以0.65 后面是10.6 减掉10.3 除以0.65 来我们计算一下 看一下 我们发现是 负的1.23 跟0.46之间 我们要查的是 这一段的几率 也就是说 我们夹在正的跟负的之间 那么我们要查表 要查两个 来我们把表叫出来 一个叫做负的1.23 负的1.23 我们先查的是正的1.23 我们找到了 这个是0.3907 那另外一个是0.46 0.46 来我们再往这边找 找到了 这边是0.1772 夹在负的跟正的之间 那么就要把这两个值 要做一个相加的动作 来我们写一下 0.1772 再来就是 0.3907 加起来 56.79% 是介于 9.5到 10.6 公分之间 我们再来看一个 美国体育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 逆向查表的问题 怎么说呢 题目都一样 某餐厅宣称 他们所受的题语 是最长的前20% 则所受的题语 至少几公分 才能够符合它的条件 最长 也就是说 数目次 x是最大的前20%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 大概的图画一下 最大的前20% 意思就是说 从这个地方以后 这边是 我们只要的是 最大的数字 这是多少 0.2 那这里是多少 这里就是0.3了 那么我们把 这个Z表叫出来 我们要查的是 中间的那个位置 0.3 找一下看看 0.3在哪里 不是查这个0.3 我们要查的是 几率 中间的是0.3 0.3的位置 最靠近的 0.2995 那么请看左边 这是几 0.8 上面呢 0.04 所以这个位置 是Z等于 0.84的位置 好 我们把这个表 空掉 现在我们知道 Z已经是 0.84了 那么 X应该是多少 才能够搭配 0.84的这个值 根据Z等于 X减μ 除以Sigma 这个Z是 0.84 我们把带进去 X不知道 μ是10.3 Sigma是 0.65 来我们来个交叉 相乘 这边的话呢 是 1 没关系 这边就乘上去 于是 我们可以得到 这相乘起来 是 0.546 这边照超 X减掉 10.3 然后两边一起 相加 10.3 所以X就得到了 10.846 也就是说 至少要 10.846的长度 它就可以 挤身为 最大支的 前20% 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 标准常态分配的例题 假设人类的智商 乘常态分配 平均智商是 110分 标准差是 10分 求下列的 百分比 这个题目数字 很漂亮 所以很简单 123分以上的话呢 就是 P X X表示智商的分数 所以是 大于123 大于123 那么我们 当然要把它 化为Z 才简单 化成Z 就是减掉 μ除以σ 这边也是 减掉μ除以σ 于是 我们可以得到的是 Z是大于 1.3 1.3 那么 不麻烦 Z大于1.3 位置在哪里 1.30 0.4032 0.4032 问题是 它是在 右边的 这个位置 它要的是 右边的位置 我们查的是 中间这个位置 所以要用 0.5来扣 0.5 减掉 0.4032 变成 0.0968 就是 9.68 的人类 他的 智商是在 123分以上 我们现在来看一个 这个例题 标准常态分配 这个例题是说 假设平均智商 是110分 标准差是10分 求90分以下 的这个几率 那么做法就是 很简单 就是一样 x小于90 x小于90 下面就是把它 化成Z 化成Z之后 一样都通通 我减掉 110除以10 于是 是Z 小于 负2 小于负2 那么我们就要 查表了 小于负2 那就是 左边的 死角 左边的死角 那我们查了一个 2.0 位置在这边 一定要用 0.5来扣 所以是 0.5 减掉 0.4772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 0.0228 就是2.28%的人类 分数是在 90分以下 再过来 我们来看一个 逆向查表的问题 也是智商的问题 就是说 军校录取新生 要求新生的智商 是前10% 则智商最低 录取分数是多少 那么我们现在来 思考的是 最高的前10% 前10% 我们要的是这一块 最高的部分 这边是代表的是 0.1 那这边是多少 这边就是0.4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表 最靠近0.4 我们要查的是 智商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 几率的位置是 0.4的位置 我们发现 更近 3997 这个值 是最靠近 0.4的位置 所以是 1.28 这边 这边Z值是 1.28 那么我们把它换算成 我们的智商的分数 X的话 那应该要多少 来我们把这个 地方控出来 根据Z 等于 X减μ 除以Sigma 这是1.28 这是1.10 这是10 交叉相乘 12.8 12.8 等于 X减掉 110 所以我们来个 同家 110 所以是 122.8 也就是说 最低的录取标准 最低录取分数是 122.8 分 这个单元 我们在 教各位同学的 就是 如何去把 一般的 常态分配 化成 标准化 就是 变成了标准 常态分配的 一个做法 那么 我们也知道 这个地方 一定要非常的熟练 因为 常态分配是 我们最常见的提醒 我们最常见的